台东海边有一栋很特别的房子 在艳阳高照下 白色的外墙特别显眼 屋主是一位外省籍 现年93岁的李文昌伯伯 一砖一瓦自己亲手盖的 李伯伯看到于林来访的游客 热情的带他们进到屋内参观 一楼地板铺设瓷砖 采域车分离 男女车分开 屋内空间一点也不马虎 这个都是伯伯自己亲手捡来材料 大部分都是人家不要的废弃东西 然后他自己慢慢盖 亲手建造他的城堡 然后他已经盖了50年了 然后他的构造应该是有四五层吧 四五层楼 然后一楼是空间是最高的 其他楼层的空间差不多 可能只有150公分高吧 所以要弯着身体行走 这个水泥 结果这个地药 地药有三种 有三种 云林游客陈小姐说 李伯伯利用雨水和水肥 来浇灌阳台种的菜 还利用废弃物来装潢 很有环保概念 这栋房子就像是李伯伯的城堡 所以在里面很容易 迷路 一直找不到要怎么上来 找不到楼梯的地方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里面很多通道 有点迂回曲折 所以你在里面走 可能就失去了方向感 大姐你刚刚说那个船建筑物像什么 像船长 像一艘船 然后我在想 他的小孩住在这里应该很开心 因为整个房子内部就像一个游乐场 然后他们也可以在里面躲迷藏 这栋房子已经有50年的历史 高龄90的李伯伯 身体一郎的带游客参观后 还在继续修散他的城堡 黄金矮采访是